好的 好 他哪在这 好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成就每个学生的名校梦 这个话题呢 其实呢 是我和我的同事都是最关注的 因为呢 你说这个孩子本来就是哈佛斯坦福的水平 你就给人申请了一个哥大 那么呢其实是这里边没有什么本事 还耽误了人家学生 但是呢有的学生呢 确实呢他以前或者是英文的程度 或者是学习的能力 或者是没有遇到好的指导 或者呢是这个周围的环境不好 或者没有遇到老师 那么呢他的这个get stuck 就是他的成绩啊 他的这个水平呢不够高 那么如何呢能够通过这个 我们的这种 一步步提高的过程 让孩子能够进入到这个名校 其实这是我和我同事都非常关注的 所以呢今年的这个2021年 第一次呢我们就来讲这个成就 每个学生的名校梦 也讲一下踏进名校背后的故事 我是陈航 我在美国后人教育工作 已经是现在是11年了 然后我们这个后人教育集团呢 里面呢有这个五个子公司 有辅导教育 美国旧家庭服务中心 直上行 还有Ready AI 那么呢也有美国的两个权威的认证 还有疫情网 那今天呢我也请到这个谭老师 那谭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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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吗 听不见 现在听到 现在有了 好的好的 行 大家好 我是美国后人教育的谭老师 现在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我自己本人的话呢 一直是在这个国内读的这个本科 然后在美国读的教育的研究生 国内国外的话 都一直从事于教育这个行业 在后人教育的话 已经有八年加的这个工作经验了 都是一手接触学生和家长 所以对学生在学校啊 还有家庭各种各个环节的沟通 以及每一个经历 都有切身的这种实战经验 希望今天能够跟程翰老师一起分享 关于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情况 给了大家一些这个分享和建议 好的 好那这个先简单讲一下后人集团的这个 我们有一个FIT 你那得Mute一下 要不然有回音 唐老师 这个FIT呢就是第一是专注学生 以学生为中心 然后呢要注重这个结果 这个呢和美国的一些顾问的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顾问呢他比较佛系 或者有些美国家长呢开始挺佛系 到后来要拿结果的时候又不佛系了 那我们呢是在规划里面呢是还是注重每一步提高的结果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学生结果都是哈佛 这个也不现实 它是一步一步提高 然后呢我们以团队来服务一个学生 然后呢我们有这种结构化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方法论 我们有我们的APP小程序 这样的一个质量管理体系 因为我们是相信呢通过长时间呢 才能够让学生能够有提高 好的 那就讲进入正题 这个名校啊 这个有的家长问我说 哎呀这个到底是上名校好 还是不上名校好 比如上皮大好 还是上耶鲁好 那我说一定是上耶鲁好 因为呢他名校呢 他就是后面有他的这种很多的这种支持的体系 他有他的这个好的学生 好的教授 给学生有未来的发展 那么呢 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都都有名小梦 你中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例外 在中国的家长 你说你拿着一个这个南京大学的录取 和拿着一个比如说河北电力大学的录取 你肯定去南京大学 因为呢中国的不仅是有名校梦 而且他每一个学校都有他的分数 你的这个考分高 你就该去好的学校 你考分低 你就进不了这个好的学校 那么到美国这边呢 他的这种名校更多 选择更多 但是呢 也是去到更好学校 会会更好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我这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呢是这个郑州新世纪 这个高考补习学校 就高考复读 对吧 你这个高考可能失利了 那么再去补可以提高160分啊 提高多少 那么再有呢 这个奠基市区的 祭奠市区的青春 这个是给这个 这个研究生类的这些学生 给他们鼓劲的 就是因为中国呢 它是以考试为核心的 你是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 你想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 都是国家来组织的 那么你这个分如果是不够 那么就进不了 那么呢 你就得补这些分 不管你是适合不适合 这种学习的方法 你最不分 然后最后进个211啊 985啊 青华北大 那么呢 这个还有很多学生的梦想 是美国的这些名校 那美国的名校的特点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你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拿来跟美国来比 都不如美国 那么你虽然像英国 像加拿大有一些名校 但是它比起美国的学校的 这个水平呢 是还是差一大截的 不是差一小截 是一大截 美国的名校呢 有一个名校联盟 叫AAU 叫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那么这里边呢 有65所大学 其中呢 应该是有三所还是四所 加拿大的 剩下全都是美国的 那这些呢 我是这里有些校徽 比如说哈佛啊 宾大呀 这个Michigan啊 这个UCLA啊 UC Berkeley啊 哈佛啊 斯坦福啊 这些 这都是美国的名校 那么这些 每一个学校拿出来 都是大名鼎鼎 都是能够 让你的孩子 能够有很大的 这个进步的 那么 光有这些 看到这些名校 对吧 有叫这个 叫林渊县雨 不如退而解往 对吧 那么你的孩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水平 那么呢 顾问呢 其实呢 有两种吧 一种呢 就所谓叫短期的这种中介 就是他就是做 申请这个时候的一个 文书的整理啊 还有一个 这个短期的这样的指导 我国内有 有一个 这个朋友啊 很很有名的 人称哈佛妈妈 很不错 那么呢 他以前呢 在国内最大的一家 这个机构呢 专门做最好的 这个学生的 这个升学 就是这个机构的 申哈佛的啊 什么 什么Upan的 都找他 那么呢 我有一次就 跟他比较深入的聊一下 他呢 现在的这个 他的工作呢 他就专门去找 这个 在这个 就是他指导半年 学生呢 就能进这样的名校 这样呢 他会觉得呢 也不用费太多事 而且呢 他能挑学生的 所以这 他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 那他的水平 当然是很高的了 这个 但是呢 他的这种 半年的时间呢 他主要的一个工作呢 是把你的东西 给挖掘出来 给整理出来 然后呢 给你一些指导 但是呢 他并没有一个 一个 一个 工作呢 是说 我把你 从这个层度 提高这个程度 再提高这个程度 这是这样 他是 重点的是 短时间的 这样的申请 有这类的 这个导师 另外一个呢 像 我和我的 后人同事 像谭老师啊 我们后人同事呢 我们都是 另外一个路子 就是叫 导师 加上长时间打造 就这个学生呢 他 开始的程度 可以比较 一般 甚至比较差 但是呢 我们长时间 让他呢 一步一步的 这样的提高 一步一提高呢 就是第一呢 就是要针对学生 你有一个 针对学生方案 第二就是你要有正确的方向 对吧 你不能乱给人指导 然后呢 这个在这个方向上呢 有一个一个的这种节点 比如说 你的英语 这本来是 这个二级 在现在变成四级 变成五级 然后呢 你的这个 GPA 从比如2.0 到3.0 到3.5 这样子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导师团队 就是一个团队来 一起来 指导这样的学生 这里包括像 这个 升学的 包括是 课程辅导的 包括是背景提升的 这整个是 导师团队 包括文书 包括什么 再有一个呢 就是要 有长时间的 这种 structured support 就是说呢 长时间的 有结构的支持 这样呢 才能让学生 能够有他的 这种内力的提高 大家听有一句话 叫做 这个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就是说呢 这个学生 他自己的这个成长 很少很少情况 是说呢 就是像哈佛妈妈 的那种情况 就是说呢 我原来已经都非常好了 我够了到哈佛的程度了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申请 或者我就是不知道 这个哈佛这个学校存在 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那么更多的时候呢 是学生 他的程度到不了 比如说呢 我托福考了三次 我才考了七十多分 那怎么申请哈佛啊 那我就得要经过 一步一步的提高 然后呢 来往我的名校 这个目标来迈进 所以这是要 长时间的 这个指导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FITS FITS 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论 就是有针对学生 中等方向 有导师团队 有长时间的指导 在美国的教育当中呢 它是存在一个上升的系统 比如说呢 中等学生 转学 那升学我们就不说了 升高中升本 科这就不说了 再说转学 那么中等生的转学 就能转到 像加大伯克里加洛杉矶 加大欧文 维斯康辛 麦德逊 纽约大学 宾州州立 这个都是中等学生 就可以转的进去的 中上等学生呢 可以转约翰霍普金斯 华达圣路易斯 麦克里加洛杉矶 这些学生就可以转过去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以前在四中国际部 是算是中等的学生吧 那么呢 他这个转学呢 就转到了这个 艾莫里 他的麦克里加洛杉矶 和艾莫里都拿到录取了 他最后选的是艾莫里 然后呢 优等生转学 那优等生转学呢 是在美国 比如像歌大 歌大的工程学院 是有大概一百 一百零五个呀 这个他的合作的 这个前期的院校 主要是文理学院 那么呢 有三加二的项目 可以呢 在这个文理学院读三年 然后去歌大读两年 去当工程系 每年招收一百个学生 那我们每年的都有学生 从这个 这种途径转到歌大 但是他的这个过程呢 是要求 确实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这个以前的这个项目呢 是保证录取的歌大 现在从两年之前开始呢 不保证录取了 但是呢 GPA呢 也就是在 大概三点五左右 你要是平时的话 转学 三点五是转不进歌大的 那还有呢 同样的加州理工 每年也是收 转学学生的 也是通过这种合作院校 加州理工和 美国七所文理学院合作 歌大和一百所合作 像那个 Washington Louis 就是这个 我女儿去这个学校 Washington Louis呢 是有一百五十座 学校合作 就这种是 有结构的 这样的转学 我说的一些转学 都是这种 没有任何的作假 没有任何的 这种乱来的 可能你们会听到 有人说 我给你保证去哪 什么 那些乱来的 走后门的 那些都是 就算做成了 学生也适应不了 也要不及格 也要可能被开除 然后呢 这个 如果抓到了 他是 这种 作假进来的 那也会 也会不行 所以呢 不要去 试那些东西 在2020年呢 这个 美国的 这个 叫 叫 这个 美国学生 数据中心 这是一个 全国的一个机构 他的数据 有最全的数据 他发了一个报告 这是他10月份发的 2020年 就是很新的报告 那这里边呢 有两个趋势呢 非常的 引人注目 第一个呢 就是在 四年制的 公立学校里面 这个转学的 这个人数 就在这 转学人数呢 这个亚裔的 转学人数呢 转学的比例 增加了10.6% 那么在 这个 私立的 两年制的学校呢 亚裔的转学的 学生人数呢 也增加了13.8%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原来已经在 一个四年制的 公立的本科读书了 然后呢 现在呢 我要转学到 更好的 因为亚裔肯定是 转学到更好的学校 我转向更好的学校呢 那么这个呢 是 这个 今年的数字 是大幅度增长 这个呢 是一个 说明了这个 你说叫亚裔啊 华裔的学生啊 还有这个 中国来的大陆的 国际学生啊 现在逐渐认识到 这个转学的 它的这种优势了 所以呢 很多人都在 都在转型 看今年所有的 这些数字呢 都是在下降的 那么呢 只有这个 亚裔的转学 是在上升的 好 那么硕士的录取呢 中等学生 其实呢 如果经过长期的 这种规划呢 是可以进到 最一楼大学的 比如说 哈佛 斯坦福 哥大 约翰霍宾 斯 耶鲁宾大 波士顿大学 纽约大学 这中等学生 就是可以在 硕士录取做到的 以后的学生呢 是读一个硕士 以后学生读两个硕士 可以做到 可以进入 但是呢 这得要经过 长期的这样规划 可能对一些 这个 学科的选择呢 也得要 有一定的指导 OK 那么大家呢 都都都说啊 这个这个鲤鱼 跳龙门 那他就就变成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不是 一般的鲤鱼了 对吧 就是就是成个小龙了 但是呢 你都看到是 别的孩子是 跳龙门成功的 你呢 就很少的知道 他在准备 这个跳龙门的 这个过程 准备进入名校过程 他有多少的艰辛 多少的辛苦 导师呢 对他们呢 有多少的心血 这个呢 以前很少人来讲 有的就是啊 我的孩子就是 进了哈佛了 就是进了什么 这个这个 很好的学校了 但是呢 这里面后边 有什么样的故事 而且呢 他有的学生呢 比如你现在 拖出70分的话 你大概 本科和这个 第一个硕士 你可能就是 进不了哈佛 但是呢 你如果进到 比如说进到 约翰霍普金斯 那也是你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成就 你可以以后再慢慢 再往上来走 所以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我就和这个 谭老师呢 来讲一下 这个通过几个案例 讲一下成功背后的 这些故事 这些学生 每个学生都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他们经过多少努力 来成功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呢 来讲一下这些故事 好的 那先讲一下这个徐同学 这个同学呢 我也认识这个学生 也认识他的妈妈 也认识他的舅舅 也认识他的舅妈 这个学生我也很了解 这个谭老师来讲一下 好吧 行 好的 谢谢陈老师 这个学生的话呢 是我自己本人一手 从第一天就开始带的学生 一直到现在 我跟这个孩子 还是有这个密切的沟通和联系 不管是在工作求职啊 还是在后来的这种 就是说个人的生活上 那么我认识这个学生的话呢 是在2014年 这个学生呢 其实他的这个背景 可能会适合很多 我们在国内一些高中 就是说成绩不太好 但是又 家里会希望学生去参加高考 还是去看看国内 有没有这种 就是说求学的机会的这种 会有很多 因为每年高考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 清华北大 或者是重本 985或者211 他就是属于一个 这样的例子 2014年的湖北高考 这个学生的话呢 他考出的一个分数 等于说是在国内 没有书可以读 基本上 高考出分之后呢 这个学生在家里 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对未来一种堪忧 同时也是对自己的 这个就是说 高中几年的 这个学习生活的一个 比较不满意的一种表现 应该这样说 那他基于一些机缘巧合呢 跟后人就跟我们 有了这个就是说认识 当时考完高考之后 分数出了之后呢 没书可以读 或者是就去国内 找一点关系读 一个很就是很不好的学校 其实或多或少 学生也好 家长也好 内心 不管我在高中的学习 多么的不好 其实到了这个 要去求学的年纪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期待的 所以当时我们在跟学生 和家长做一定的沟通的时候呢 是有引入这个概念 就是说 你现在可能确实是 就是基础不是很好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成得住气 总有一天 你是可以实现一个逆转的 那家长和学生 当时也是抓住了这一根 不能说是救命稻草 但是还是能抓住的机会呢 就选择到了同年的9月 就是14年的9月呢 入读这个 我所在的这个地区西雅图的 北西雅图的社区大学 这个学生高中时期的成绩 其实是真的不是很好 也受成绩不太好的 这个影响的话呢 国内的这个教育 有一点就是说 或多或少 还是有一种这种风气 就是说有一些老师 确实更加偏爱和喜欢 这种成绩特别好的 这种学生 所以这种所谓的插声 打引号的这种插声 可能在很多 尤其是追求这种高考分数 和排名榜的这种学校来说的话呢 这种学生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说不吃香的 老师可能在尤其在后期 甚至对于这一群学生 可能会是呈现一种放弃的状态 这个学生他非常运气不好的点 在于他当时的班主任 是他的数学老师 但是他数学确实也不是很好 就是很差的那种 英文更加不用说了 我当时在接触他的时候 给他做个测评 同时他到美国来读 社学大学的时候呢 美国的教育讲究一种 就是说把你放到一个 合适的位置 当时他在测评 进入到美国学校的时候 学校给他去选课的时候 他只能去上英语的 这种语言课程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到美国来读书 我去学英文 学数学 学化学 学其他理工科的科目 对吧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读大学的一个期待 但是他来了之后 学校跟他说 不行 你只能先把英文学好 再去学别的课程 为什么呢 你现在英文的水平 根本没有办法 让你去学 其他像什么社会啊 历史啊 化学啊 生物这类课程 你学得等于白学 因为你一定会挂课 所以当时学校 只能给他做一个安排 就是他必须要去学英文 这个学校当时 英语的这个基础学习的话 分为六个等级 这个学校 这个学生考到的等级 是第二个等级 第二个等级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在座的很多家长 如果家里有孩子 在上英文的补习班 什么的就能够了解 ABC的 学习ABC开始的 这种就是说字母啊 然后简单的问候语 是第一个等级 第二个等级 只比这个深入一点 好那么一点点 也就意味着 确实在一句话里面 这个学生 他自己还是能够看懂 两到三个单词的 但是一句话一下来 这一句话不认识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水平 那么是一个 非常非常基础的 那但是呢 这个学生的话呢 他有一个点就在于 就是说在国内没得选了 但美国他有这么一次机会 他也必须要把 这一次机会抓住 对吧 因为在国内呢 当时我猜一下 当时他爸爸呢 就是说呢 我就找关系 让他上一个电力系统的大专 就是他就这个选择 还有第二选择呢 就是咱们来美国 上社区学院 上美国的大专 然后将来呢 能够上美国的本科 将来能够出来 就这样的选择 对 对 对 是 然后这个学生和家长也是 就是说 因为国内在高中的这一段 学习经历啊 因为我在后来跟他做这个 每一个星期的 周对周的这种跟踪和服务 以及对他学习和生活 进行跟踪的时候 他都会有不同的时期 给我一些不同 他在以前高中和国内的生活 还学习的一些这种细节性的 一些话题跟我聊到 学生和家长其实对于 到美国来的这一次机会 确实想把握 但是呢 内心是非常充满着 很多的疑惑和不安的 因为没有这种自信心 他的自信心之所以没有 其实是很多是源于 他在国内读高中的时候 来自于班主任也好 还说一些认可老师的这种打击 刚才有聊到就是说 他的老师数学 数学老师是班主任 因为当时学生是一个 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所以甚至很多时候 是直接受到过 就是学校老师的这种 就是说 老师把家长和学生放到一起 就直接明确的跟他说 你是不太可能有希望 能够去上大学的 就你这个水平其实不行 现在根本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希望性 所以就老师也不大愿意 就是说在他身上放太多希望了 学生和家长 因为我们在国内 其实确实有时候 老师讲一些很多东西的话 学生和家长确实是会 真的是放在心上的 对他们来说 就感觉有点被判到死刑 所以当他来到美国的时候 家长和学生 其实都是呈现出一种 自信心很不足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时我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我也一直询问过他很多原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跟我说过 他非常讨厌数学 非常讨厌英文 而且非常不喜欢 跟这些老师做直接沟通 这一点其实 在美国的学习是非常忌讳的 因为我们需要跟老师沟通 需要去热爱你要上的一些课程 这样你才能上好 对吧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 因为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 知道学生他有哪样一些痛点 有哪样一些不好的经历 所以就像前面 常文老师有介绍到 我们去对于学生的 整个的这个就是情况的一个把握 针对他的情况 再去做分析 和做这种基于方法论的分析之后 去给他出方案 给他出建议 对吧 这个学生前面有提到 数学和英文真的不太好 但是你们知道 他最后读的专业是什么吗 他在这个社区大学 读完这个就是说 跳级读完就是这个语言课程之后呢 跳到了学术课程的学习的时候 他选了专业 在我很多的一个鼓励下边 也是给他介绍很多不同的专业 最终他非常有勇气的选择了CS 也就是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 任何一个 即使你没有读过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人 不从事这个行业 也都会知道 单纯从名字也会了解 对于数学 对于逻辑 对于数理的要求 应该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对于一个数学成绩非常不好的人 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学生他做到了 从英文非常不好 也变成了大学在美国上 学术英文写作课的时候 都能拿全A的这种就是说一个成绩 但这里面有个什么大的转变呢 这种成绩听起来很诱人 中间很多点点滴滴 我回忆起来 我非常多的一个感受就是 有无数个夜晚 我记忆深刻的是 他会像我们今天在搞视频这样 就是打着电话 我跟他在线上指导 怎么去做这个文章的修改 怎么去做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单词 以及每一段阅读的这些精华内容 如何去提取 甚至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改文章不像国内 你发过来我改 我给你打一个分就结束了 我们是你发过来 我告诉你哪些地方修改 怎么修改 是结构还是内容 还是词汇 还是这种就是说 多学术的话题 怎么个聊 怎么个资源 利用对吧 一遍一遍 发过来我改回去 发过来我改回去 然后他去做提升各种 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 就是反馈的过程 可以就是说 甚至到晚上的一两点 凌晨都是有的 所以后来他有的时候 写出的一些文章 甚至在班上 100分的作文的满分 其实在美国老师的眼里 就是说 有些老师可能会设置一个分数 92分或是以上 你就是满分的这个评分了 但是他有很多文章 有些有时候老师可以给到98分 或95分以上的这个评分 因为他真的确实写的太好了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这个学生 他其实也是会基于就是说 自己的一个努力 以及我们有方法的这种指导 他做了一定的这个提升 那其实呢 还有一些 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些事情啊 就每一个学生 从一个城市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和国度 其实会有很多像语言啊 文化呀 然后这个学生本身来的时候 因为自信心很不足 本身又是个比较内向的小男孩 的这种就是情况 其实他也有过很多困惑 因为在适应过程中 都会有这种问题的 所以我再提醒一下 或者是想要分享一点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很多的学生和家长 都希望把孩子送到美国 或者是送到别的国家去 接受国际教育 接受很好的教育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 当你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它真的不是一个结点 不是一个结束点 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而且是一系列和非常系统庞大的 你们很陌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开端 在这个里面 你就要想到 你会接受到无数的挑战 而且这个挑战一定是 你从所谓 就是你从来没有接触到过 而且你都无法想象的 甚至它可能会让你在接下来生活中 遇到非常大的这种问题的都会有 那这学生有文化也好 生活也好 语言也好 有非常多的事情问题 他最开始的时候 甚至因为种种都甚至问过我 告诉我说 他觉得他质疑自己是不是适合留学到美国 以及继续在这里求学和生活 但是呢 这个背后也是经过几年的这个转变 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就是他现在已经本科毕业 而且在美国就业了 而且年薪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个里面都是 一步一步跟学生去做这种沟通 学生自己也是每一天在成长 他内向 好 我们就鼓励他跟教授沟通 你不会说 我告诉你怎么跟教授说话 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很合适的 写邮件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可能更容易去做好这个沟通等等 他在每一次的沟通 每一次做项目 每一次的这个亲身实验中 真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自信 以及和认可感 在这个时候呢 他人打开了 确实 所以让他在后期啊 就是上每一个课的时候 真的都跟打的鸡血一样 他我曾经就是说 大概他最后的分数 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呢 他基本上在他在社区大学 完成学业转学到 这个四年制大学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是4.0的分数 这意味着什么 他基本上每一门课都是满分 那是个什么情况 他在国内的时候 高考只能考出那么低的分数 200多300分不到 就意味着基本上每一门都是挂科的状态 但是在美国居然可以每一门课 基本上都拿全A 这个两年多的努力 绝对是点点滴滴上来的 不会是你今天把他交给我 他就一定会得满分 对吧 这孩子自己付出很多 我们每一个星期周对周的 这种就是说 跟踪和服务 以及不管是从服务的这种 个人的鼓励 还是学术上的指导 都起了很多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里面家长的参与呢 说实话不是很多 因为他们把孩子送到美国的时候呢 一直也是抱着这种 就是说不太有信心的这种状态 他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就很不错了 为什么说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当初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这个学生还有家长发这个 每个月的跟踪服务报告的时候 最开始啊 后人我们这边没有做到 像现在也一样 有这种就是说学生服务系统 家长可以随时查开我们的这种进展 还有就是每个老师的报告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月 发一次总体的报告 每个星期发生什么事情 我跟学生见面的照片也好 还是说沟通的记录啊 上课的内容对吧 然后呢 我每一个月都跟这个妈妈和爸爸 发了这个邮件 但是我其实是没有收到过 任何一次他们的反馈的 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都读了 这个邮件的内容 但他们从来没给我反馈过 直到后来呢 这个学生他在17年 成功转学到了四年之大学 其中他被录取的学校有这个 威斯康系麦迪逊 当年的世界排名是第29名 还有像这个UC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和加州大学 戴维斯等等 就是不同的分校对吧 其实他拿到了很多前50的 综合大学的这种录取 他妈妈和爸爸的参与 是体现在什么时候呢 他在17年的夏天 他非常不能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他的儿子经过两年 多不到三年的时间 从一个所谓的学渣 对吧 居然进到了世界排名 如此好的学校 他妈妈一直觉得 我们是骗他的 就是觉得不可能 后来直到一个事情 他相信的就是 他非常坚持要到美国来送他 把他的孩子从西雅图送到 这个威斯康系麦迪逊的学校里面去报到 在他离开西雅图之前 他跟我见了一面 我跟他说 我们基本上做了几年的网友 终于见面了 我跟您说一下这几年 就是除了报告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 家长直到把孩子送到 威斯康星的时候 他才相信这个事情真的是真的 而且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事情 为此呢 他后来写了一个2000多字的 这种点滴的记录和他的感谢 当时发给了我 我其实真的很有感触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他都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他如果有问题 他总是有一些 其他的客观因素 造成现在一个问题的 但是一定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你没发现 别人可以发现 那你就相信专业的这种 就是人士可以给到你建议 然后你去采纳去做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学生到目前为止就是说 他不仅是说从学习成绩好了 去到了一个名校 然后完成了毕业 同时 他能够在最开始去质疑自己 是否留 是否合适的留在美国学习和生活 到最终 笃定自己一定要在这里工作 而且就是一直往上去做 更多的这个发展 以CS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发展空间还是挺大的 在前一阵他还跟我讨论过 想比如说自己去做一些这种项目啊 等等 不只是说单独一直去打工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就觉得几年的变化 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的话 有非常多的这种 就是说一个逆袭 我深刻的就是说 也去总结过 当我遇到一个学生的时候 他的成绩不好 他的成绩不好的一个起点 可能呢 就是说是很多人 很多年前的一个起点 对吧 我希望他的终点 肯定不只是提高成绩而已 因为提高成绩只是说 我让他完成了学业 帮他完成了学业 但是最终这个人 还是要走向社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能力的培养 他如何去沟通 他自我的这个认同感 还有这种认知 以及这个自信心 到底应该如何去提升 和体现出来 这些都是要去影响 他一生的能力 怎么个做法 可能呢 在这些方方面面结合起来 你才能真正意上去培养一个 不仅成绩还可以 同时呢 能力其实也上加的这种学生 所以这种所谓的 我们在PPT上面 虽然用了学渣两字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想说 这学生真的是特别不好的这种 而是说他确实在学术能力上 是有一定的问题 但是他确实又是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人 所以呢 我们的逆袭 不仅仅只是说 他成绩好了 近到名校 而是说对他自己个人的 终身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逆袭 程老师 这个故事 我基本上讲到这 你看有没有补充的 对 我说一下 这个本科的选这个专业 第一个选专业 第二个选校的事 我补充一下 他选专业呢 他选的是这个CS 在美国呢 什么人读CS 就是他实际上是本地的一些学 他们读这个CS 因为CS 因为CS它的好处就是 能得mute一下 那边有回音 因为呢 读了CS以后呢 它就意味着能够很容易的找到工作 能够容易挣很多钱 但美国人他都很现实的 所以呢 在美国的这个 比如就算社区学院 他的这个CS的专业 和他的护理的这种健康相对的专业呢 是有这个waiting list 是不是说你想读就能读的 其他专业都是 基本上你想读就能读 那你到了这个 本科的高年级呢 那CS专业课一上来啊 这个而且 维基尔森麦德逊 他的CS是非常好的 以前那个 比尔盖茨 在没有去做他的基金会的时候 他每年都会去 威斯康斯麦德逊这个学校的 计算机系去教一天的课 这是非常好的这个学校 所以呢 这个学生呢 就真是他的这种 不仅是他的成绩提高 还有呢 他的这种自信心 他的这种这种 真实的这个能力的提高 他是一个 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平的提高 第二点呢 我想补充的呢 就是当时这个选校 这个学生当时呢 其实在一个程度呢 就是因为他是高考之后 想这个留学 而且他也不想呢 去复读啊什么的 所以对他来讲呢 他的选择就只有这个社区学院 而且这个社区学院呢 当时呢 是不要求托福成绩的 但是呢 你要这个这个入学 要考一个英语的一个 那个笔试 分级考试 那么我们的这个西雅图的办公室呢 就在这个学校的这个 北西雅图社区学院的 这个出大门就走五分钟吧 就到了这个我们的办公室 所以呢 我们也给他呢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这个学生 他是两年呢 在两年两年半吧 一直呢 是得到后人的这种支持 然后呢 转学成功的 这是这个学生 就是你要说高考 因为他以前可能跟我 因为他跟我不如跟安德尔老师熟 那么呢 我以前都不知道 他是高考200多分 高考200多分在国内呢 就是基本上是 就是无学可上的这种情况 对 好 那第二个同学 这个同学呢 也是我也见过他爸爸妈妈 也见过他 然后那个谭老师先讲 然后我再来补充 这个孩子 这个这个 我是经常去骂他的 我是经常去骂他的 对谭老师说吧 好的 好的 这个学生 第二个学生胡同学的话呢 他比起第一个学生来说 他有在性格和这个个人方面的话 是有个性上是很有特色和突突的 前面那个学生可能因为个人的经历的话呢 他在性格上是比较内在和这种腼腆型的 第二个学生的话呢 他是一个非常 其实也不能说特别腼腆吧 但是他还是更加的外向型一点 同时呢 也是因为他自己其实是来自于北京 可能大城市 北京一个重点早点高 对 大城市 然后呢 他在所在的这个高中的话呢 他自己的个人家庭背景也是比较不错的 爸妈呢 都是这个就是说国内搞就是金融行业 还是非常就是说风生水起的这种 这样的 妈妈呢 是银行的高管 爸爸呢 是大咨询公司的这种大的合伙人 都事业非常成功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孩子呢 他将来也是想搞金融 对 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也好 还是说出生的这种背景也好 其实也就意味着 家里对他的期待值 其实是会非常的高的 他当时的话呢 在16年 他在北京的一个就是重点高中里面上这个高二 但他高中成绩很一般 学生老师也好 还是说各方面的这种就是说观察啊 这个学生高考的话你可以参加 但是呢 预测成绩是不会理想的 所以这个理想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你要是能像985211重点 或者是北京的那种特别好的学校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基于在此情况之下 加上家里对他的颇高的这种期待 只能另辟蹊径 在这个时候 所以呢 他在没有参加高考的情况下 他来到 他就直接在2016年的时候就来到了美国 成绩不是很好 也就意味着 其实说实话 这个基础的话呢 也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 当时的托福的考试的话 大概80多 对不到90 对 就是85左右的一个这样的托福分 你说特别高吗 不高 但是他也不是那么低的 对吧 这个学生呢 他在我们加州的一所这个合作的社区学院里面 圣马特奥的这个 Skyline的社区学校里面读了两年 用了一个几乎全A的课程 然后转学呢 在2018年的时候 拿到了所有UC大学的大满贯的录取 也就是说每一个UC大学都申请 而且都拿到了录取 最终因为学校地理位置原因 因为他所读的这个社区大学的话呢 离这个UC伯克利没有很远 所以他最终呢 去读了这个UC伯克利 那这个学生的话呢 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于 首先刚刚有提到 他其实在个性上 还是比前面一个学生更加鲜明一点 为什么刚刚特别重点说 他是一个几乎全A的课程呢 因为当他在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还是有这种就是说 性格力有这种比较桀骜的这一面 我们给他做各种 个人的这种分析和定制的服务 以及跟踪的时候 他在一开始 其实是有过这种不太配合的一个状态的 这也就导致了 他在第一个学期 我们给他做了辅导的课程 他都拿了A 唯独没有做辅导那一门课 他只拿了一个B 最后他在社区大学 读完所有的课程之后 所有的课就只有那一个B 其他全都是A 因为他经历过那一个B之后 每一个学期都跟我们很认真的 参与后面的所有的这种 沟通和服务 以及课程的这种 就是周对周的这种跟踪和跟进 最终呢 拿到了这个很好录取 那这个学生的话呢 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学生哈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会有一样的问题 在执行力上 首先一呢 我们一个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的就是学生 他能够去规划未来的这个能力 其实说实话 也不能要求特别高 他有这个意识就很好 对吧 我想去某某什么大学 以后去读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想从事未来某个方向等等 有这种已经很不错了 说实话 那还有一些优秀的 肯定会走得更远一点 对吧 但是很普通 或是没有想过太多的这种人的话呢 他可能就完全的不知道 我接下来做什么 反正我就走一步算一步 这个学生他属于那种 就是说我有想法 但是我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很好的那种 因此就家长也好 学生也好的沟通是很多的 那我们有很多家庭的孩子 也会出现 就是家长会经常问到我 那我知道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可是我孩子就不听 孩子就不做 怎么办 这方面你们可能就是要回想一下 是不是之前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是出现过问题的 或者是这个学生的这个执行力 为什么不太好 我们在这个几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是对于这个学生是 在这个方面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和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明确的刚才要求 你要做哪些事情 并且哪些事情 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质量去完成 你是课外活动要去做提升 去做这个背景的提升啊 去扩展你自己的 在外向型的这个沟通也好啊 还是说外面的这些任务的完成 还是说你在学校的课程的 这个学习的时候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性格和个性来啊 等等都有很多 然后每一个星期 甚至就是可能隔一天两天 都要跟他做这个见面的这种沟通 把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点上 完成的点上质量都达到了 我们才会进到下一步 对吧 因为每个学生的特色就在于 他太有个性的话 有时候他可能你说他不听 他不听可能就会吃亏 但是我也不希望每个学生 去付出一个我们不可挽回的代价 或者是后期要花很多的精力 才能弥补回来的代价 所以呢就在这个部分来说 这个学生在我们整个过程中是非常有很多的 这个就是花了时间和精力的 他最后呢去到了UC伯克利 家长和学生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和满意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从高中没有参加高考 有很多的学生和家人也会有这种困惑 在高中初期就会意识到可能高考并不会很好 你们有没有另辟蹊径的可能性呢 一定是有的 所以多花点时间在这些就是说专业的道路上去摸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从一个没有办法进入到 985或者重点21各种这种院校的 可能到最后去读了一个世界排名和 美国功力长情腾排名第一的UC伯克利 等等对吧 而且学的这个专业数学统计和之后跟金融和市场相关的这些内容 他也都能实现他最终可能进入到金融行业的一个就是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 对 这个我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 陈老师 好了我来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学生呢实际上是他妈妈最先找到我的 是在北京找到我 因为呢他们家是搞金融的 而且非常成功 所以呢他这个就说呢 孩子将来呢是搞金融 但搞金融大家知道呢 是一定是非常注重这个你的学校的这些出身的 比如说中国这几个什么大银行啊 就只从什么中央财经啊 什么上海财经啊 四个财经 三个财经加上人大招人 他就不从别地招人 这个你像美国呢也是 比如说像哈佛埃耶鲁啊 这些毕业生毕利业呢 大概本科的三分之一都去华尔街 所以这个金融界他非常注重这个背景 那么呢 当时他在中国呢 他的老师就告诉他说 你这个成绩呢 进不了211 因为北京呢 还是这个相对来讲21啊 什么比较相对比较好进的 所以那这样呢 他就会对未来呢 就有很大的这个担心 那么当时其实呢 他是可以等一年拿到国内的高中毕业证 然后呢来读本科 再一步步来也可以 然后呢 我呢给他介绍说呢 你你可以来美国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孩子 他是高考的这个体系的 他们家长都以前都没有怎么想过出国 所以呢 就是在那年的可能11吧 我们安排了他的这个父母带着他呢 就去美国的这边社区学院 文理学院 四年制的有名的大学 四年制一般大学都去看了一下 然后呢 这个他选择的这个学校呢 是一个叫圣马地奥硅谷三学院 其中的一个学校呢 叫这个Skyline College 这个学校的他的这个升学到 尤其到伯克利的升学率特别高 基本上是50% 就两个申请就一个进 而且我们后人呢 在这个学校呢 有一个住校的这个办公室 所以呢 这样来支持 所以他最后呢 选择的是这样 因为呢 走这条路呢 是可以进入到Use Berkeley 对吧 他也可以去申请美国的本科 但他那种情况呢 如果申请美国本科呢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高而下了 那么呢 就可能也只能申请个80来名啊 什么这样的 而且本科转本科呢 不如这种社区转 Buckley这样的要容易 所以呢 这是他的情况 那这个学生呢 他的一个 我为什么说我总骂他呢 就是这个孩子吧 他是有这种就是 就是大城市的这种学生 这种懒散的这种 这种心态 就他觉得说 我我这个学到 到这个程度吧 我就差不多了 我你没有这个危机感 没有什么之类的 我就我就就特别容易满足 所以呢 才像谭老师刚才说的 说这个这个这个上 社区学院的课 觉得都还可以 结果呢 就有一门课就撂挺了 结果就拿了个B 他要再多拿俩B 他这个Buckley就上不了了 也后来老实了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他这个 因为他成绩几乎是全A 而且他学的呢 是英语数学 也是很难的专业 所以当时呢 这个他爸爸妈妈和我呢 就来商量 说呢 要不要呢 给他来 同时呢 也申请这个腾校 申请这个 这个就是更高一步的 那我说呢 这当然是可以的 只要我们早段规划 结果呢 这个因为他 他爸妈妈是知道这个腾校是有多好的 那么呢 到这孩子呢 就非得不动 所以呢 我呢 为这这件事呢 我专门去两次 这个加州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跟他见面 说因为你要上腾校 你就要重新考这个托福 然后呢 你还有一些这个背景的一些东西啊 你就要求更高了嘛 两件事 一个是我们当时 我们老师给他安排了可能 六个实习吧 都给他约好了 就是你就你就你就到那去面试也好去啊 全都给错过了 全都没去 结果让我给骂了一顿 我说你这个 你就是就是太这个悠闲了 你这个你支持的这个你这个条件就是太好了 你叫别的别的孩子有你这种条件 那肯定是往上来冲啊 像开始那个一个来自湖北的这么一个一个连省会城市都不是 是个二线的这样的一个湖北的城市 那么他呢 就是说哎 我什么机会都要抓在手里 但他的这种你的这种英文水平也好啊 数学水平也好 他本身的程度呢 是比这个第二个同学呢 是不如的 实际上 那么第二个事呢 就是因为你要申请腾校呢 你还要再考托福 结果嘿 我说他开始这个这个进社区学院之前 就是在北京准备的时候考过可能83吧 我记忆想中 反正80多分 第二次考了个89 结果我就把他臭骂一顿 我说你在美国学了两年 而且你英文又是学过写作课 学过这个英语 要是101 这都是很难的课 就美国学生也是学这个课 您您才考了个89 就是没努力 就成天就想玩 结果呢 又考第二次 第二次可能考了个99 然后呢 就就这个什么了 就就又又又又这个歇了 我说不行 我说你如果想申请康奈尔啊 申请哥大这些学校 你的英文一定得要过105 结果呢 也是让我这骂了一顿 然后呢 最后呢 英文呢 考了个这个可能108吧 可能是 这一步一步的往上来走 就是这个学生呢 觉得哎呀 我这个加大伯克利 就是我的梦想学校 我已经不错了 我就不想再往上来 这个够一下 所以但是最后呢 就是也是没有申请到 这样的这个腾校 但是最后呢 他加州的这些学校 是大满贯 这些UCLA UC Berkeley 这些全都申请到 那么呢 他呢 也是很很很满意 他当时跟我说理由呢 就是哎 我把加州这些申请好 就行了 这个这个 别到西部去了 然后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这个学生呢 这个我是能看到呢 他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进步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呢 他的爸爸妈妈呢 我也认识 所以呢 我呢 对他呢 要求呢 是比较高 那这个学生后来呢 到了这个加大伯克利 也这个非常的成功 也非常非常好 也很努力 所以这是这是这个同学 就来自大城市的 这个 没有经过高考的 这个同学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他 这个 在如果在公立学校 在高二 读完拿到中国的 这个会考成绩 就有的加州的社区院 就就接受了 所以他呢 其实还省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一年时间呢 你可以 比如在伯克利亚 多读点课呀 然后呢 好好准备一下 这都可以 所以呢 这是比较不错的 这样子 好 讲这第三个 让我回头 好 对 先谈老师你说 第三个学生 第三个学生 其实是我个人来说 印象非常深刻的 因为每一个我们 就是后人合作的学生和家长 当学生到美国的时候呢 尤其是 如果是到美西海岸的城市 我是一定会尽地主之宜的 甚至有些来西雅图的 我就会直接去机场 从第一个入境之后 就会 给到他们这种安全感 直接去机场 等他们接他们 希望他们会觉得 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之后 他是有一个依靠 或是有一个 可以帮助他的人和团队的 这个学生呢 他 情况跟前面两个不太一样 就是他其实在国内 已经读完大二了 然后他在18年的夏天 到这个UC伯克利 上这个下校的课程 体验这个 就是美国的大学 本来是想说 看以后到美国 或者是去读研究生啊 什么的 他其实通过上下校的课程 其实他下校课成绩 并不是很好 他自己上完的 但是他想留在美国读书 家长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矛盾 非常非常的大 说实话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 就在这儿 孩子想在美国读书 但家长不同意的原因 是因为还在国内的话 他们来自上海 家里是做这个电信行业 很就是很家 尤其是爸爸 是一个很出色和成功的人 总是会觉得孩子 达到的这个高度 和已有的这个水平状态 跟家庭的这个背景来说 是很不相符合的 所以家长对孩子 一直是抱着一个 非常失望的态度 但是呢 属于那种怒其不争 爱其不幸 可是呢 又没有找到正确的 跟孩子沟通和帮助他的方式 所以当孩子想说 想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家长是一个很大的 否定的口吻 就是说 你在国内都读不好 你还好意思去美国读书 就这种 因为在国内的这个GPA 当时我们拿过程序来看的话 算的样子 大概就是 也就是一个2.5不到的一个GPA 确实是不太好 其实有一些课 在国内的大学上课的时候 都是挂了课的 其实在中国上大学的话呢 你是有挂课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其实说实话 很多课 有一些这种不要紧的课也挂了 真的只是因为学生 你们去上课可能 对吧 所以 爸爸说到孩子比较懒惰 和不知道自己 要自己努力去 或争取和获得自己的一切 有一些这种缺点 其实家长说的没有错 但是在沟通上 确实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曲折的沟通的过程就在于 我见到学生和家长的第一眼 是在18年夏天 当时我在洛杉矶出差 他们正好在洛杉矶转飞机 然后说可以停留几天 当时我们就跟他联系 说我们可以在洛杉矶见一面 因为正好那个时候也在 可以带着他们去看一下 洛杉矶的学校 如果最终确实就是说 有这个想在美国读书的这种想法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沟通和了解 哪怕就最终选择不在美国读书 那你对于学校各个方面有了解 对以后是你研究生 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对吧 所以后来家长跟学生也是 同意和接受了这样一个 沟通的一个就是方案 当时从机场 他们下来飞机在 是那个洛杉矶的市中心的酒店 见到他们的时候说实话 已经是凌晨的1点钟了 然后我们凌晨1点钟 拿着所有的这些就是 他们需要了解的问题 所有的沟通 跟他们聊到了凌晨可能两三点 然后还请他们在 没有打烊的店吃了一个饭 因为他们就是说 父母刚从中国来的话 时差是对于他们来说是白天 但是经过种种沟通之后呢 父母和学生其实对于美国的 这个读书也好 转学也好 其实是有了不同的这个概念 但当时有个很严重的一个矛盾的 突出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学生其实已经在国内上有道 回去九月份开学其实就是读大三 那么如果他要在美国去 就像我们说去走转学这条路 对吧 然后转到四年去大学去 我们常规会理解 你就走一个二加二 也就是四年 你在美国才能完成本科的学业 那这个时候 其实比他预期能够在国内 本科毕业的时间是会多出两年的 对不对 然后又加上我们在国内读书的 这种魔性 就是说读大学 你就一口气四年就把它读完 然后年龄非常的重要 别人25岁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了 为什么你25岁还在读本科 这个在国内的家长和学生心中 其实是有很多的心结的 说实话在美国其实并没有 那当时有很大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引起了其实还是引起了我蛮大的这个 就是说好奇和兴趣 所以我强烈的要求 看了一眼他国内的成绩单 当时我看了成绩单之后呢 会觉得 你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美国花四年 才能读完大学吗 其实我当时的一个判断就是不会 因为我一定会想办法 如果他真的是找我们去做这一套转学 和到决定最后到美国来读书的话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在国内的这个 就是说完成的这些课程合格的课程和学分 可以转换到美国来 然后进行一个转学的操作 所以其实在听直播的这些家长也会 就是如果你们有学生孩子在美国读书 有的时候不管是成绩好还是不好 在学分的换算和认可这个部分来说 美国的大学其实是非常的有这种 灵活和认可的机制的 你们不要觉得就是换一个学校 所以是不是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换了一个学校 我所有前面的努力就一定要全都被认可 其实他美国的学校 他自己有一套规章和一套处理方式和方法 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的 就是通过很多专业沟通和你们认真的这个准备 其实他可以最大化的 让你们达到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期待和目标 OK 所以他拿到一个2.5不到的成绩单 最后呢我给他算了很多次的这个学分 他是我们在好几年的这个 就是说学生和我的这个亲手经历的学生里面 他只花了一年在社区大学读书的学生 他就转到了就是美国的四年大学去了 包括UCI UCSD UIUC就是伊利诺里香槟分校对吧 然后这个UC戴维斯UC圣地亚格和UC欧文 都给他抛出了改冷知 他最后选择去了UC欧文的原因是因为他 之前我们帮他选的这个社区大学 离UC欧文只有10分钟的距离 他对于周边的环境非常的熟悉 最终他去了这个UC欧文 那这个学生呢 就他们在最开始就是说 家长和学生的矛盾非常的冲突 沟通也好 还是说家庭内部觉得 我要是给你做了这么多的投资 我作为一个父亲我的投资的回报 会是个什么样 我非常不确定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一个事情 我不想做 因为我要做的话 我一定要他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孩子就会觉得 那你就是一直就是对我非常有意见 你就是一直会觉得 我就不可能能做到一个成功的学生 或是孩子要做到的事情 因为你在一个父亲心里 你已经没有觉得我会是一个成功的孩子了 所以就这种矛盾非常的多 一直讲到非常多 然后又加上孩子其实已经读了 大二年龄上是一个问题 家长很忧虑 其实学生倒是有点胡头胡闹 觉得我没有问题 有很多人三十多岁才成功 四十多岁才成功 我现在就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 虽然读到大二 对吧 但是家长不是这样认为 因为可能毕竟所处 会处在一个不同的社交圈 在这个圈子里面 如果你的孩子花了 可能五年六年才去读完一个本科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丢面子的事情 还是怎么着 但是当时我又跟家长说过一个 就是说 很多的这种情况 其实源于自己的个人努力 也在这个点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会提醒学生 当时有跟学生说到 你的父母如果对你有这种看法 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响的事情 你也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么我跟他说了很多 就是一些个人的这个经历吧 去鼓励和激励他们 同时呢 在某种程度上 也告诉他们 如果真的是想去突破年龄上的这个事情 其实在美国的学分的学习体制 是很灵活的一个点 还体现在 比如说美国的本科 如果是一个学期制的学校 120个学分毕业 如果你一年 或是你每个学期上课 你的学习能力 或者是你的学习承载力 真的足够好的话 可能你三年就能完成 你四年的这个课程 对吧 但如果你就是硬是要拖拉 你硬是就是 不仅不慢的去上这些课程 有可能你确实上了四年 甚至是五年才毕业的 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体系摆在这 他会告诉你 你要是想上更多的课 你是可以上的 只要你能够承受这些课程和压力 还有就是 你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成绩 对吧 说到这样一个点的时候 学生和家长其实并不太了解 因为觉得 美国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体制 其实是真的有的 包括我跟他说 如果你现在在国内的这个GPA成绩不太好 你后面的学分和成绩 是可以弥补的 不是说你前面不好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可能性 去读一个更好的学校了 所以当时他们 从一开始的非常不了解和懵懂 到最后就也会跟他们说这种信息 学生他的信心更大了 他似乎在 我分享的所有这些经历 以及告诉他的这些 美国学校的一些规则里面 还有包括家长也听到这些规则之后 会发现 他会慢慢意识到 我知道我可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去弥补我以前的学习上的一些问题了 家长同时也会发现 其实他孩子的领悟的这个过程 让他发现 其实他的儿子 其实不是他以前认为的那个样子 并不是说 真的会一事无成 以后找工作都要靠家长去做安排的这种 其实这种家庭的矛盾 在我们很多的普通家庭里面 其实都是会有发生的 不管这个家庭的背景 是不是特别的就是说 财力和这个就是权力特别庞大的那种 小家庭也都是一定 都是经常会有的 我当时我记得 家长非常就是说 质疑这个学生没有吃苦的这种能力的时候 我跟他讲了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故事 其实为什么我会说 美国的大学会有这种学分和灵活的一个机制呢 因为我本人就是用的这种方式读完的 我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 可能我跟很多来留学的学生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我也是8090后的这一批学生 对吧 按道理这一批学生里面很多读书的 其实家庭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是一个 来自一个家庭不是 就是确实不富裕的家庭 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爸爸只给了五万美金给我 而且这个五万美金是我跟他借的 就是为了让我完成一个学业 其实五万美金 说实话吃穿住行 加上学费在美国真的只够一年的这个学习 所以当时我就左算右算 我研究生的这个设置 美国基本上都是两年 我的那个项目确实也是两年的这个课程 所以我就算了很久 如果我只有五万块钱的经费 我还在没有赚到钱的情况下 我只能把两年的书一年读完 所以在我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 确实我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打算 然后呢 我就是也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完成我的研究生的学约 我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把两年的课程读完了 因为在有一些学校你在修学分的时候啊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 8到18个学分 或者8到16个学分 它是一个价格党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有优势的事情 对吧 修8个学分是一万美金 修12个学分 15个学分也是一万美金 那我当然肯定是会顶格去上的 所以我就提前翻倍的把这个课程都学完了 那当然了 我在这个就是没有毕业之前 其实就已经接触和认识到了这个后人 然后帮助过很多那种就是说 刚刚来美国的一些学生啊等等 那在这个里面就是说 通过个人的实力去告诉家长 也告诉今天在听讲座的家长们 一个事情就是说 美国有很多学分的这种换算是很灵活的 如果你们遇到成绩上的问题 或是学分数量上的问题困惑你们 是不是会延长毕业啊 或者是会之后毕业 或者是我在这里就差一个学分 学不完学不好啊 怎么办啊 老师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想 可以找到我们来询问 也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啊 就告诉我们都可以得到不同的这种建议 对吧 那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孩子和家长一定要做充分的 很好的这个沟通 如果你们之间有这种不可调和的 这种沟通矛盾的时候 其实可以寻找像我们 或者是其他一些中间人 去做这个中间的沟通 这样因为孩子一方面会觉得 他是一个老师 肯定会比父母懂得多 他当然会更加听老师的话一些 其实至少建议 他在这开始是能够接受的 对吧 然后慢慢的 如果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他可能能够走进家长和学生心 甚至把他们的所有这些矛盾调和之后 让他们在家庭关系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的同时 让这个学生做到很多的这个转变 包括学生的这个学习的态度 对家庭和家人的沟通的态度和状态 对吧 然后呢 他自己正视自己未来的这个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在写这个学生的案例的时候 我直接用了浪子回头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因为他在最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态度非常散漫 他爸爸的一些评价是对的 但是呢 我会觉得 爸爸只输了前一半 但是没有说怎么去帮助这个学生进步 这是我对当时的家长 就是有一点 沟通的时候不太满意的一点 因为我听到的更多的是指责 那所以 我在见到他们第一眼 他并不是我的学生的时候 我做了这个中间人的沟通的角色 到最后呢 这个学生只花了一年时间 拿到了这么多的好的录取 家长对孩子是另眼相看的 从此之后用孩子自己的话 说就是老师 我在我爸面前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 我当时觉得他也挺逗的 一个这样就是说小公子哥也是 但是呢 确实给我的感触还是很大的 和很就是说很多的 所以你们有学分 有成绩 各个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的 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要干着急 也不要焦虑 OK 也不要去过多的去指责孩子 做一种激化矛盾的沟通 OK 但是这种回头的案例 是确实是不少的 不过呢 也确实是会花很多心思和 这个细节性的工作去完成 张老师 你可以 先我补充两项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孩子呢 开始最开始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确实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低点 就是他当时呢 在国内的一个上海的一个民办的一个学校 读书 然后在那个学校里边呢 就是他自己的感受也很不好 然后又挂科 他的爸爸呢 对他的这个整体前途的感受也很不好 然后就开始就说 那我们来美国先来看看吧 结果跑到伯克利上了个下校 他上下校这门课都愣能考个 是不及格还是考这个C 好像考这个C吧 是怎么着的 所以呢 这个就就确实是当时是很 状态很不好 然后呢 我这里想说的呢 就是这个孩子他自己呢 是还是很有上进心的 当时在给他转这个学分的时候呢 确实呢 我们下了很多的功夫 因为当时我们的他的这个谭老师主要的老师 那么还要当时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吴老师呢 他自己呢 就是从这个社区学院转到这个南加大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哪个课转 哪个课不转 因为你也不能转的学分太多 也不能转太少 而且呢 有的学分呢 就直接如果不劈退呢 就让他不要了 重新再再读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这个还是下了一定的这个功夫的 那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他来到这边以后呢 这个孩子一个特点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顺毛驴 就是他一到了这种 就是他如果看到自己的成就 看到自己的这个进步 他就会非常高兴 然后呢 当时的这个成绩呢 也是一步一步在提高 但是因为他要补以前的这个GPA 所以呢 他的必须要每面做的RAA 而且呢 这个暑期呢 比如别的学生只上一门课 他暑期要上三门课 他就为了把这个GPA能够能够给补上 那么呢 他这个学校呢 也是后人在这个学校有一个这个办公室 叫 这叫圣地亚哥峡谷学院 是在这个欧盟这个城市 就是尔湾这个城市 然后呢 这个 那我呢 也去见过他几次 这个孩子呢 就是 后来呢 变得很成熟 很自信 而且呢 在毕业的时候呢 就跟我说 哎 我还成立了一个什么俱乐部啊 然后呢 还想跟本地的这个商会有所联系啊 说让给他 让我给他介绍一些 我说那这个都很好 所以后来呢 就真是这个 就是 经过这段时间呢 就就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个呢 我就想说呢 就是说 他的这种 孩子成长啊 这个学业的提高 和他个人提高 其实他是一个 整体的东西 你说叫 发掘潜能走向优秀 都走上优秀吧 他不是说一个单方面的 就是说 哎 我就是 就是分数考高 但其他方面都不行 他是一个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转到一个向上的 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呢 这个学生呢 我 我也是 蛮 蛮高兴的 就是能够 能够 就是从他的一个 颓势呢 哎 这个 这个 转回来 到经过这个过程 能够最后呢 去到很好的学校 当时他爸还说 说 哎呀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出国 他就给自己也找 找理由嘛 就是为什么出来 他说呢 上海好像有一个 规定是全球 什么200名 以前的学校吧 上海 本科拿到这个毕业证 就可以在上海 落户口 那么他原来的学校 肯定是不行 那么他这个学校呢 是 UCI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样 那他最后呢 他又 他不仅是UCI录取了 就除了UC LA UCB 可以剩下都录取了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情况 对 然后呢 这个 下面呢 是 对 如果大家有这个 可以截下图 如果有 这个问题呢 可以来找 这个 学术哥 或者安吉拉老师 然后呢 我们有家长 提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次讲 都是第二次讲 所以有的家长 可能提的问题呢 不是完全跟这个有关的 但是我们也都来讲一讲 好吧 第一是在美国公司就业 如何和同事相处 如何更好融入美国生活 这样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呢 就是 你这个来成长啊 来这种提高啊 并不是说呢 我把一门数学学好了 把一门英语学好了 学会编程就完事了 但它是一个 整个的是一个学生的 这种一个状态 一个沟通 比如说像 像这个 维斯康辛这个学生 你想他从一个 三线的一个 这个城市的学生 到美国就等于 经过了这个四年半 那学了computer了 然后毕业业以后 就能工作了 其实这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很多学生呢 都是他都是本科毕业以后呢 他都没有准备好 这个工作 所以他还要读一个硕士 也是让自己更成熟 那么也是呢 有专业的提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如何能和同事 更好相处 如何能够更好的融入 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这一批学生呢 他还是需要一些 这个引导 然后呢 再有了他的这种状态的一种 积极性的一种改变 然后呢 来这个这个一步一步的 跟这个周边的这种社区啊 跟这个美国生活呀 能够有这个融入 因为现在在美国呢 这个就业的这种成本呀 越来越高 比如说有的学生 他说我毕业以后 我就直接申请谷歌 但就不知道 谷歌是一年只能给一个人面试一次 如果你这一次你面试不通过 你就你就这个过12月 你在面试 那过12月 可能你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而且呢 你可能你这个工资少收入也很多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还是呢 要有这种调整状态 要有这种指导 而且呢 还要最好呢 有多一些实询呀 实习呀 实训呀 多做一些 就是课本之外的事情 来融入美国的这个生活 所以是 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 程老师 我可以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问题 在我们很多的学生 他实际上在美国 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在上课的时候啊 举个例子 可能你今天上的是一门历史课 或者是明天上的是一个计算机的课 我们呢 这个学校老师 在设计一些课程任务的时候 是算分数的那种任务的时候 比如说有小组的这种任务 项目 对吧 其实 嗯 他们是把一些工作中 你常到 常会遇到的一些场景 其实设置成了一个课程的一个任务环节 让你去完成 其实如果 呃 不知道是哪个家长问这样的问题 可以不妨让自己的孩子回去回想一下 呃 怎么去完成团队项目 团队合作的一些这个就是小组任务的 这个里面很多当时完成小组任务和团队合作项目的时候的一些相处之道 以及如何完成项目的这种方式方法和沟通 其实你可以回忆和去运用一下的 因为人家会做这样的设置其实就是映射着以后你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 你是要运用到不仅是这个知识 而是他想让你通过完成这个项目去掌握的一些其他的综合的技能 所以这个是可以有的一些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回忆和利用的一些资源和这个经历 那如美国生活跟工作其实有时候又不太一样了 因为工作可能有一个小的工作环境 像我们做这个教育行业对吧 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做别的什么会计啊金融啊各种 其实一个自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在美国生活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到更多的一个主动 不要只是说单独就有事没事都只是宅在家里去 个人做独居的生活的这种 这些其实是能够让自己更好好更多的去融入美国的生活的 社区有活动教会或者是这种就是说其他的市也好县也好 他都会在网站和一些这种就是发的传单上告诉你 我们这个地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 你是可以参与还是邀请你参与的都会有 你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去跟各种不同的人做这种社交 其实你就是融入美国生活的一种 不只是单纯的只是在美国工作赚钱睡觉吃饭 对好不说话 行好下面一个问题 跨专业读研的申请事宜 要不然谭老师你说一下这个 跨专业读研的申请事宜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问题有一点就是比较的大 所以跨专业读研的话呢 如果是本科跟研究生的这个目标专业跨度非常大的话 首先第一点要知道就是美国是非常欢迎和认可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呢 很多学生是跨专业去读的 所以没有什么不行 没有什么太多的稀奇 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特定的专业 他对于你本科即使你不是就是说对口的专业的话 他也希望你在本科学习 或者是在研究生申请之前 你要完成一些跟你目标专业相关的一些基础课程和基础技能的一个培训 比如说如果今天这个家长你问的是说 我孩子是读的这个学的是经济 好吧学是经济或数学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专业呢 到我毕业之后没什么就业的前景 那这个时候我想去学跟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那么怎么办我能升吗 答案是可以升 但是呢也要特别看好你的目标学校是不是对你的本科 或是研究生申请之前有这种所谓的先修课程要求 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会说 你要读我们的学校计算机的话 我们是要求你要完成计算机基础的编程课的 它包括哪几门课等等 你就回头去看一下本科成绩单里面 有没有出现过这些课程 没有的话呢你就赶紧去补着上 有的话那你就肯定可以升 对吧 所以跨专业读研的话呢 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要注意它的细节 有一些学校又会有要求 有一些学校并没有先修课程的要求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去依据学校的情况而定了 那但是呢 基本上对研究生申请的时候 其实你该要有的一些专业的这种 像GRE的考试成绩或GMAT的考试成绩 针对不同的专业有没有要求的 也都是要单独的去做讨论的 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有的 当然除了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之下 很多学校呢确实把这个GRE或GMAT的一些分数呢 变成了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可选项目 也就是说不做硬性要求 对吧 它也都有这种可能 那跨专业读研的时候 其实我大概能够理解 很多人会去走这个跨专业读研的一个目的 无非有一 我想去进到一个特别好的排名的学校 去体验我的研究生也好 还有就是说拿到一个这样有 就是有所谓就是排名感的一个毕业证 那有一群的话呢 就是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里面说的 我觉得我本科的这个专业不太能够在就业的道路上 给了我太多的帮助 所以我想跳一跳去让自己最终的去做一个 学习一个专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有这种 所以能操作 但是呢 请提前如果真的是跨专业的话 请提前去看好这些学业要求和准备 有先修课程要上的话 如果你又是本科毕业了 也没有毕业 你在自己的本科学校去把这些先修课程上掉 如果你没有你已经毕业了 那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些 比如说有些网络的就是在线的课程 以及或者是你还有这个机会 可以继续在美国的某个四年制大学里面 或者是你的原来的学校继续去上课的 那都是你可以做和操作的事情 OK 好这我补充一下 这个跨专业读研呢 这个情况呢 就基本上就是说我的新的专业就业好 大多数都是这样 很少的是说呢 我就专业 我就是不愿意 完全完全不愿读 就算完全不愿读了 我也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专业 比较好专业呢 现在来讲就是比如像会计啊 这个计算机啊 数据科学啊 教育呢 也算一个 因为很多读文科的 比如说读个历史啊 读个地理啊 那可能最后可能还是要读教育 其实就是就是往这几个专业来跨 所以他进入到的这个这个圈子 其实是比较小的 那像我们很多学生的都是要往这转 那往这转了以后呢 有的学校他是有这个先修课的要求 而且也有的学校呢 是有这个开设这种就是先修专业 比如说像在加州就有专门是往这个计算机专业 进入的这个这个先修的专业 比如读一年 我把这边的课我们有一个以前在那个复旦读化学的 后来呢想要进这个计算机 那么他就基本上上了一个十个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也是两个学期这样的课 就是把他的这个事先的课给读完 所以呢他这里边呢就是要有 你要有这些课 如果没有这个课呢 别对方不要 那如果有这个课呢 最好是去这个学校指定的这个地方来上 那这要具体问题去分析 OK 研究生选择名校以专业排名为主 还是以学校知名度为主 该怎样进校 这个问题比较大 你 这要分你的专业 要分你的将来呢 你是想在中国工作 还是想在美国工作 不一样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是 好比说呢 美国有一个这个计算机的一个神校 叫做这个盛和泰州立大学 这个学校呢 他就他是一个教学型大学 他就没有最高只有硕士 没有博士的 他这个学校的可能美国排名可能是300来名吧 或者可能300来名都不到 就几乎没有排名 但是他就是去谷歌 去苹果 去硅谷最多的人 进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 将来的就业是非常好的 这个那你他的可能 就是他专业排名呢 这个呃 你看怎么说了 你要按就业排名 他是很好 你要是按出论文的排名 那他比很多的研究型的大学都要差远了 他就没有研究 所以在这里边呢 就是说你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就是在本地找工作 还是呢 要回国找工作 你要回国找工作呢 你一定要去学校知名度高的这种学校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学商 学商呢 这个亚安商大州立大学的ASU 他的商学院是美国非常非常强的 商学院搞这个呃 能源的项目管理呀 搞这些都是非常强的 是前三的这样商学院 但是你如果拿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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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U的商学院的毕业证 就是亚安商大州立大学商学院 和拿着一个比如说 咱们举个例子 就约翰霍金斯的商学院 对吧 那约翰霍金斯商学院 在整个的这个名校里的排名 都是超低的 拿这两个学校的毕业证 你如果在上海找工作 在北京找工作 一定是绝对是拿着 亚安霍金斯的这个学校的毕业证 是对你来讲更有效果的 但是呢 你学到的东西 或者你的这个老师和同学牛的程度 肯定是这个ASU的要更牛 所以这里边呢 你还是要根据你的自己的情况来 这里边呢 可能呢 做一个可能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呀 这个会比较好 这里边没有一个定论 得要是根据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 来给你具体的建议 这才可以 好的 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有什么补充的吗 有 有的 我说一下关于这个专业排名 还有这种就是说学校知名度 其实也就是说是学校的综合排名 这一块 其实单纯从排名上来说的话呢 咱们先不说就业 从排名上来说 如果你是去读一个研究生的 叫研究型的这种项目的话 在专业技能这一块 那肯定其实还是会建议 就是说多去注重一下专业排名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可能对你之后的这种实战技能 以及这个职业上的这种就是说要求 设计的内容会多一点 但是也像刚刚陈昂老师说的 你是在美国就业 还是你要回中国去就业 这个排名度就不一样了 可能你回中国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学校综合排名会好一点 同时呢 就是说你们注意一下一个点 就是说在排名的时候 中国很多雇主啊 他看的 他喜欢看那个所谓的英国 泰晤士和QS世界排名 是QS世界排名啊 不是单纯只对美国的这个学校来排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 他们就至少很多人确实意识到一个点 就是如果是本科毕业 基本上你很难在这些特别好的和大的城市的一些 很多这种很好的这种其实也单位找到工作 那所以研究生的这个文凭是一个印象要求的 甚至我们有很多学生回过头来会 说老师我还是要继续读研究生 因为我回中国发现找工作 没戏 人人一看我本科毕业了 不看了 没后文了 QS排名 就是在很多像江浙呀 北上广深地区确实看了很多 所以你们可以不妨就是说 看一下自己是回国就业 还是说留在美国对吧 如果回国就业的时候也请注意 特别去看一下QS和泰晤士的这个排名 好 这个研究生的排名呢 有五个重要的排名 一个是QS 一个是泰晤士时报 一个呢 是这个美国新闻周刊的全球排名 还有一个叫中东排名 叫CUWR排名 还有一个叫上海交大排名 这五大排名呢 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比较公认的 那么呢 这个 但是呢 这些排名呢 确实很多 而且它和本科排名呢 差距比较大 我呢 也最近这段时间呢 在圣诞到新年的时间呢 也做了一些工作 我把这些排名呢 都给它加权呀 综合了成了一个排名 那我也准备呢 可能找一个时候呢 跟大家来讲一讲 给大家感兴趣的话 然后呢 那个 我也会写些东西 来给大家来介绍 但是呢 这个研究生排名呢 是要复杂的多 好的 下一个问题 疫情之间 如果在国内上网课 可能只拿到一份教授推荐信 会影响转学吗 大学期间的活动 对转学重要吗 你在国内上网课 和在美国上课 和拿到教授的推荐信 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们也有这个上网课的 老师很喜欢他 也有是在上线下课程的 老师很不喜欢他 这个是关键看你学生的表现 这个是不是影响转学 这你的综合条件非常的多 这个得看你具体的情况 大家现在活动之转学重要吗 这样 大家之间的活动呢 如果你转的学校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那么呢 活动不重要 但是你的转学呢 如果是比如UCLUC Berkeley 是这个前二十三十的学校 那大学的活动呢 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看你的这个成绩 比如说你的全是四点零 那可能对你的就不是很重要 但您如果来一个三点六三点五 那呢 你这个活动就很重要 所以呢 这要看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你要去这种名校呢 那他也是要看你的整体的一个评估 需要你的这个领导力啊 需要你的这个科研啊 需要你的这个这些活动 是这样 就看你的竞争性 好的 谭老师你又补充吗 有 这个可能他的这个问题有一个重点是 只拿到一个推荐性会不会影响转学的申请 从申请操作来说的话 问这个问题 证明你可能 在没有认真去看好的学校转学的要求 其实在转学的时候呢 绝大部分学校是不需要这个推荐性的 有一部分学校需要 但是这一部分学校不是特别的多 如果你的这个目标是非常高精尖的 前二十 前十 或者是前三十里面 就是特别别致的这些项目 对吧 就是很特别的那种专业啊 可能对于转学的这个要求里面 会有这个推荐性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是在大二的这个基础去转学 要到新的学校去入读大三的时候 绝大部分没有这个推荐性的要求的哈 你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 我刚刚从高中毕业 然后升到美国的本科读大一 我觉得我对大一的这个学校 综合排名也好什么也好 不太满意 我想跳出这个学校 到新的学校去读大二 这个时候 可能呢 有一些学校在大一转大二的时候 就会有硬性的这个推荐性的要求 有的学校是要求一封 有的学校要求两封 也有些学校要求三封 在这个时候 你要认真的去看 你是属于哪种类型 以及你的这个类型的话 这个学校它的要求是什么 同一个学校 因为你是大一转大二和大二转大三 学分数量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 它对于你的素材和材料的要求 也会不一样 哪怕就是同一个学校 举例来说 男嘉大 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要专业性 但是大二升大三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要求了 那也有可能 UCLA或是男嘉大 它的某一个专业 你是学艺术的 还是学计算机的 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根据你的目标专业 你现阶段转学的这个基础的情况 多少个学分 然后你也转的这个学校的要求 是什么 活动的这个部分 刚程老师已经说的很好了 如果我要说的一句话的总结 就是你在转学的时候 GPA其实是最大的一个王 就是GPA是王道 如果你要以牺牲GPA 牺牲你的成绩去做活动 然后去帮助你转学的话 那么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但如果你成绩很不错 或者是中等偏上 然后你又有这个活动加持的话 你的转学一定会是加分的 对于这些事情 OK 转学的你的PS也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在转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学生 所谓叫DIY 自己弄 最后都犯一个拖延证 所以有的 你这个问的问题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 你哪个地方没有搞定 然后再给自己找借口 就是比如说我申请加纳的 我的这个单单错过了 或者什么要求没定 那我就申请一个CSU的 也有可能是这样情况 所以呢 这里边呢 要注意 就是请这个顾问的 一个呢 就是顾问有经验了 顾问有这个 这个更多的工作的 可拍子工作能力了 能一省时间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呢 它是有一步一步的这个计划 它是有一个 这种有结构的一个支持 就免得呢 你有拖延证啊 你有什么 像现在 现在是本科申请的时候 我们现在 好多好多学生都是 到了最后一天 才想起来 哎 我要 我要申请了 我要文书 我再找一个顾问 我再来帮我 那这个时候就很晚了 因为我们的顾问 也都是这段时间 也都是在忙着这个 学生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就别自己把自己耽误了 如何在提高学生之前 如何提高学生之前 落下的GPA 谭老师你讲吧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从可操作性 以及在可操作性的前提下 怎么做 首先呢 如果之前的GPA 已经落下了很多 我不知道这个是个高中 还是个本科 还是一个研究生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在问的 这个问题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要完成100个学分 你已经上完90个学分了 你的GPA只有2.0 你还有10分 就要完成整个学业了 你问我怎么提高你的GPA 那只能够是 接下来10个学分 你尽量都打4.0 最后呢 你可能也就提高到 2.1 2.2了 因为你的 唐大的基数已经完成了 这一点呢 要说的就是 你在美国上了任何的课 你上了 你就上了 你没有说 我上了之后 我能不能 就是说 我不承认 我不想要 我重新再上一次 然后我就把之前 上过的那个记录抹掉 是不可能的 OK 但如果今天 这个学生和家长 问的问题是说 比如说我刚刚读大一 第一个学习 或者是第一年才读完 我接下来还有三年的 课程没上 那么呢 我完成了25% 我的成绩就在3.0左右 但是我的目标可能要更高一点 那么接下来 你就会去规划好你 接下来几年的这个 你先把这个学分数量的基础给算出来 这是可以算的 因为每个阶段 本课完成120个学期制 180个那个学技制的学分 都是可以算的 那如果你是可操作的范围的时候 首先特别要注意 一 选课很重要 你要去选 怎么能够好拿分也好 还说对你毕业有要求的这些课 你都要 选课是个庞大的 这个就是说工程 你的选课选的好 选的对 选的老师和教授也非常 因为同一门课 同样的英语课 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教授上课 哪个教授给分多 哪个教授给分就不是很多的 这种都可以去查的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做准备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就把这个东西都归好 选课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 在学习的过程中 GPA不是你一个考试 就能提升的 所以你从开学的第一天 你就要认真的去准备好 这个课程要完成的内容 你要了解到 这课问拿高分 老师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是92%是4.0 还是98%是4.0 对吧 都要认清楚任务是什么 你的可操作的范围是什么 如果你在学习能力和学术的 这个水平上有限的话 请你一定要去找 比如说像学校的TA 或者是这个辅导中心 以及像在外面的 像我们这种 有提供课程辅导的这些机构 对吧 做课程的一对一 这种GPA的提升 对吧 那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在这个 很多有的时候 如果你到期末 发现自己这门课 有一门课 就真的是实在不行了 你在你时间 这个 就是说 日期还能 做到一些效果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以 去把课程退掉 或什么之类的 你都可以去做 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 如果你确实已经 落下了很多的GPA 而且你的这个 整个学业即将完成 说句实在的 没有太多 可以提升的空间了 那就 因为这是一个 可操作性 和不可操作性的问题 对 然后 程老师 你看看有没有 要补充 是的 有的是可以做 比如像 刚才这个 说的是上海这个学生 那么他的这个GPA呢 实际上就是 当时呢 也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来给他来提高 但是呢 如果你的GPA 真是很差呢 那这也不是世界末日 咱们一步一步的来 提高就好了 只要后边的 比前面要好就行了 别一路再往下降就好 好 下边 想申请美国计算机研究生 需要做哪些准备 这个呢 就是他的研究生的先修课呀 你的研究生的这种 基础的这些课程 包括是这种 你的什么数据结构啊 什么这个算法呀 一些本科的课程 要来有先修课 主要就是先修课的准备 那么呢 你如果以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那你可能先修课都学 但你要没学计算机专业的呢 比如以前学会计的 学什么的 那你可能就需要做这些准备 好的 行 然后呢 如果是有问题呢 可以找我或者找谭老师呢 也可以有付费的这样的咨询 来给你做这个一个 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因为在很多时候呢 这个家长 家长群啊 什么这些讨论呢 不一定讨论的清楚 而且东一句西一句的 那么有专门的时间呢 来集中在你的孩子呢 应该还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呢 如果要是有这个问题 或者以后对讲座有什么意见建议 也可以呢 这个加李老师的这个微信 他呢是负责这个讲座 然后还有联系我的这个咨询 也可以呢 付费咨询 也可以找李老师来做这个截图 好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后边的群里有没有这个内容 然后 行 然后呢 这个 行 那这个谭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 或者总结一下 暂时没有了 对 看看如果有家长有疑问的话 可以跟我们提出 对 基本上 行 我想补充一下呢 就是说呀 那个 你呢 别老看着说 别人的孩子又上了清华 又上了北大 又上了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哥大 这个人家受的苦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的观点呢 就是看你们家自己孩子如何能够成功 他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 做一个根据你们家孩子呢 能够提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规划计划 而且呢 要有长时间这样支持 这样他才能够有一步一步的提高 第二点呢 我想帮谭老师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人呢 他都是 有血有肉 都是活的东西 他自己的这种感受 他是不是觉得有 有这种向上的一种劲儿 还有他跟家长的这种 这种沟通 是不是顺畅 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 我们老师跟学生的这种 他的帮定 他的连接 他的沟通比跟家长沟通要更好 你说他叫专业也好 你说叫叫这个关注也好 嗯 那么呢 这个这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还是要注重一下他的一种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你这样你才能 你说发掘潜能走向优秀啊 还能一步一步的变好 而不是说呢 哎 我就今天就跟孩子生顿闷气 呃 然后明天又不管他了 那这样的话 他提高不了 这样其实还是最后还是 大家都都没有进步 这样也不好 嗯 行 所以呢 这个希望呢 今天这次讲座呢 能够帮助到呃 大家或者帮助到有的学生 有的家长 这样呢 我们就很高兴了 那么呢 有这个呃 有问题 疑问呢 那就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下次